嗨,各位,現在的話我們人在二世谷 然後今天的話其實是行程的第二天晚上 因為第一天來的時候時間比較晚 就租個雪具,吃個飯 就睡覺了,沒有特別記錄 然後早上的話呢是去滑雪 本來想要拍那個,就是你知道 拿著那個GoPro,然後很帥的畫面 但 這一次的行程呢是 前三天在二世谷滑雪 然後第三天之後才會到 北海道各地的景點去晃晃走走 飯店也會更換,所以如果想要來北海道的話 這一支影片就可以參考一下 飯店、景點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次住的飯店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錯 這一邊就是玄關的地方 從玄關進來之後呢 首先會是一個很大的餐廳 再來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超級大的客廳 客廳的後面呢 就是一個榻榻米的休息區 這樣之外呢 這個門以及這個門進去都分別還有 在一間的雙人床的房間 然後那一間還有在附浴室 這個浴室的話就算是跟這一間並在一起 整個超日 然後空間超大 這樣的大小呢 一個晚上一個人是台幣5000塊 單廳價格真的不便宜 但是對比我之前去東京住的飯店來說 還有去京都的飯店比較來說 等於是兩萬塊 四人房一個晚上 這一間 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值得 基本上你滑完全桌 就在飯店裡面 大家休息聊天 所以選比較好的飯店 我覺得是相對比較值得的 如果來這邊滑雪的話 這一個是叫西州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是 我們把燈關上之後 榻榻米這邊看出去的風景 直接是對應了山 那邊就是我們今天下午滑雪的地方 不管白天晚上都很漂亮 所以雖然價格稍微高一點 但我覺得是完全值得的 這是今晚的壽喜燒 各位看一下這個牛 這個油花的部分 太牛了吧 然後這是我們的醬 就是一顆蛋 然後它的顏色 我覺得看起來是非常新鮮的 一顆雞蛋 最期待的重點就是 牛肉的部分 剛剛的油花真的超漂亮 放到蛋液裡面 一攪一攪 好的肉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什麼調味 肉質加蛋液 入口就非常完美 吃飽 剛剛那一家呢 就是在我身後的這一個 然後叫森的一個鵝 和牛 壽喜燒跟火鍋 然後剛剛吃到後面它的肉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就是它的油脂味 是很香的那種牛油味 再配上它很嫩的嚼勁 真的吃起來非常非常的爽 再搭配它的飯 剛忘了講 它除了肉好吃之外 它的飯也是那種完全粒粒分明 然後美麗又有彈性的 結合那個蛋液跟肉 一口下去真的是 滑雪完後的晚餐 我覺得超級適合 有暖又有爽 剛滑完雪的時候 其實身上的 痠痛感不明顯 但是隨著吃完飯 比較放鬆之後 我現在整個上半身 就是核心的地方 跟整個精神 就開始有那種 運動一天後的勞累感 所以今天應該會 癢得好睡 那我們就 明天見 今天呢是在二世谷的最後一天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個午餐 等等就要前往洞野湖 特別的是這邊的溫度啊 其實就是負幾度 算蠻低的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陽真的很大 還是因為雪會反射太陽的關係 所以體感上其實我覺得 比起我之前在東京 可能一度的體感 都還要再不冷 所以體感上我覺得是真的非常的濕實 我們現在呢到了一個印度甩餅的店 然後我點的是這個 用烤餅 捲起來 再包 奶油、咖哩、雞 嗯 嗯 大家這個餅 我本來以為會很難咬開 油仔自己咬就開了 然後裡面的醬是白色餅 因為我們這一次來呢 人比較多 有八個人 所以我們就直接包車 然後開車大哥他推薦給我們很酷的行程 就是 那邊 我們要來騎雪上摩托車 這個感覺超酸的 我跟大家說他除了帶你滑上來之外呢 你是一整段都可以看到完全是雪白的樹林 然後我們到這頂團的時候就停在這邊拍照 這個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值得 除了那個很好玩之外 一上來之後 這個景我覺得超值得 整個後面呢 都是軟的 就可以直接 蠻準的 蠻準的喔 看 我們現在呢 來到的這邊是 洞野湖旁邊的一個叫福建公園的地方 然後它這邊的雪 激得非常的深 這邊 超級漂亮 大家看得到嗎 就是它整個湖的水 很透徹的那種藍色 然後再配這一整個景 我們現在到了第二間飯店 就是位在洞野湖的We Hotel 然後這間飯店呢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整間飯店全部的樣貌 以及那一邊就是廁所 然後還有淋浴間 這間的價位呢 跟我們上一間的飯店 差不多大概便宜一些些 但可能是因為前天的飯店 它真的是很大 然後又面對一個雪景 所以那個飯店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滿意 但這個的話 其實它也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就整個大小比起來 會覺得稍微再小了一點點 小小的遺憾 然後這間除了它的風格 是比較偏日系的那種 清新感之外 再一個重點 就是它面對的窗景 就是這個樣子 直接面對我們剛去的那個公園 以及洞野湖 然後這間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 有一個小陽台 然後你出去之後呢 這邊就是可以直接泡溫泉的 現在的外面天氣是-1度 在這邊泡溫泉 感覺會非常非常的舒服 這間的環境 我真的覺得很酷 他們就是用這種布木來取代一般的天花瓣 帶起了很多的原木的層架 以及他們的百事室很多的酒 搭配COS的公仔 酒跟公仔在跟整個環境 還有學生的搭配下 真的就是非常的有質感 然後非常漂亮 現在呢 這邊是來到了一個叫登別的地方 然後這邊有一個天然的溫泉 因為是硫磺的溫泉 所以開始有點臭 不過 這個畫面大家看一下 這應該是頻道第一次 整個一片白的景 我覺得還是 超級漂亮 跟大家說 如果你們來這邊的話 時間一定要留得夠久 因為我剛剛走到前面 我剛剛拍的那一座山跟湖 我以為那個是地獄谷 結果那好像是另外一個大溫泉而已 我套了這邊 剛才發現原來地獄谷在前面 所以這邊 徒步走的話 應該至少要 兩三個小時以上吧 所以大家時間一定要留得夠長 另一個小建議是 墨鏡 因為白天的時候很亮 整個雪會反射 陽光會超級亮 所以一定要戴墨鏡 不然 眼睛會覺得很刺 這邊 就是真正的地獄谷 地獄谷 這邊的味道 跟陽明山真的超級像 然後其實我覺得樣子 也有一點點的像 只是加上了雪景 然後真正拍照的地方 是在大家看到嗎 那邊有一個平台 要從那邊繞下去 但因為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看一下 但我覺得其實光從這一邊 這樣看過去 就很震撼 好 嗨 各位 經過了兩個小時左右的車程 我們現在抵達的是位於 札幌的飯店 因為前幾天在二世谷 洞野湖的地方 都會是在戶外的時間比較少 晚上基本上就是在飯店裡面 所以就住的比較大 比較寬闊一點 但到札幌之後 網民比較偏市中心 所以晚上的時間應該就比較少 會耗在飯店裡面 所以這間飯店呢 就相對的比較小 大概就是這樣 有一個沙發 然後那邊是入口 轉過來 這邊就是一張大的雙人床 這邊就是浴室 馬桶 淋浴間 洗手台 等一下呢 應該就是先休息一下 然後到札幌的市區 晃晃走走 晚上就要去吃 我來北海道 很期待 但一直還沒有吃到的 帝王蟹 好 超爛超爛 一群像大佬耶 哈哈 耶 好 然後 海膽 芥末 一口塞 今天呢是北海道的第五天 今天的第一站先来到的是北海道神宫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日本的神社 是搭配白色的雪景 前面就是神社的部分 白色带配神社 超美 我们现在到的这一家呢是叫 莎玛的一个汤咖喱 它们辣度是可以选有从0到30 然后我本来是想要选可能4 但是因为这几天真的是很干 然后这边又有点辣到微肿 我可能就点个2 稍微辣一点就还好 然后它的套餐就会附一个半 看起来是蛮大盆的 我本来会以为它汤咖喱的话 就是吃起来会比较稀 它的味道其实意外的还蛮重 是咸度有导致你的口感上的话 就会跟一般的咖喱酱比起来 会比较稀没那么稠 但是味道上的话是一样偏重的 新鲜鱼 鱼专家 嘿嘿 瓦哦哦哦哦 哦 好鲜哦 买给它咯 好吃 好吃 好好吃 跟大家说 刚吃了这一个虾夷乌 旁边 就有卖烤生蠔 一般有些生蠔如果它的新鮮度不夠的話 它其實上面那個汁我覺得喝下去會有點偏臭 但是它那個的新鮮度是完全夠 所以它的那個湯汁全部是甜的 然後再配上肉真的是很鮮 然後一顆的話是500日幣台幣大概100塊而已 因為那新鮮度我覺得完全是便宜 我們現在呢在小樽 然後這一條好像是叫浪漫一條街 就有很多很多的小店 這邊好像賣音樂盒蠻有名的 因為我姐有生兩個女兒 他們年紀現在大概三四五歲吧 這個年紀應該會蠻喜歡音樂盒的 送他們當禮物一人一人 I don't wanna be stuck in a situation I don't wanna be stuck in a situation Just let me know I'm down to risk it all I don't like temporary love I don't like temporary love Seeing all these cool 之旅門這就是九球的新衣服 剛剛的幸福欸讓賣一條街呢 那你往後一直走 就會到了後面的這一個 是叫小尊運河 然後從那一邊往 這一邊看的話 像歐洲的那種鄉村感 環境蠻特別的 大家可以來拍拍照 但除了拍照之外 就沒什麼特別的 所以行程上不用排太久 我覺得大家就是可以從浪漫一條街 慢慢的晃過來 然後坐在這邊看河 秀一下 快適的空中散歩 請多多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哇 我現在呢 來到的這一邊 是叫 天狗山 然後它是搭纜車上來 然後上面這邊呢 又再度回到了 滿滿都是雪的地方 哇 各位 這邊真的要來耶 超級漂亮的 I think your world's gonna settle Yeah When we get down to what matters You and I Yeah Don't sit around Make a move I know what you turn up on 在來拍照之前 我一直以為 可能這邊比較偏向 觀光景點居多 為什麼可以逛的 但是才發現其實它這一整條 以離小路為中心 廣外擴散的話是有 一區是有逛街的 像是Human Made 或是Stuzy都有 所以過來日本人 還是必須要逛下 經過了一個下午的逛街 現在 又下雪了 北海道逛街有一個很大的心得 是我覺得東西真的是好買 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北海道不像是大阪或東京的 買手比較多 所以可能像 像Stuzy有一款銀式系列 台灣是開賣第一天全部賣完 這邊的話現場都還有好 有貨 就我聽說可能像我朋友去逛巴黎世家 一些外面的地方都不好買到的東西 這邊都還是有貨 所以如果是大家來拍照的話 真的不用擔心 沒東西買 其實如果是你的目標 剛剛有對調的話 東西還比起在東京或大阪 好買非常的多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旭山動物園 這邊就是可以看企鵝散步的那個地方 特別是剛好聽領隊去導遊說 這邊的氣候啊 如果是雜黃的市區下雪的話 雜黃以外的地方就反而會是好天氣 結果還真的 早上那邊是暴雪 這邊就直接是一個大太陽 第一場的企鵝走路就會是11點 所以我們現在要直接衝到最裡面來看企鵝走路 如果大家是羹團來看旭山動物園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一開園之後 就直接衝到最後面氣候的地方 實際開始的時候會排非常非常的長 所以如果你是在比較後面的話 你要等它繞一圈才能看到 那因為正常跟團的時間啦 會是在12點的時候離開 所以切了過來的話 你可能剩下的時間會比較少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可以直接先殺到那邊去 一開始就看完這樣 後面才有時間可以再自己稍微逛一下 然後基本上都可以站在第一盤 所以大家不用怕拍不到 現在在最後一站呢 是我們剛剛逛完的精靈什麼 木屋 精靈木屋 然後個人的感覺是 其實可以不用來 對 因為就是很多木屋 然後我覺得有點雜亂 沒有到很好拍 然後有點偏多 東西賣的也是偏觀光客取向 今天的行程 我反而比較喜歡找他們的前兩個 所以大家如果後面是自己排行程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白墟瀑布跟旭山動物園是比較值得的啦 這八天你目前哪個是最滿意的景點 花雪 花雪 還有咧 洞野湖 第三 天狗山 天狗山也超美 一定要上去看夜景 好 所以 那個女生有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這個是女生的 排名 我們剛剛呢本來想要去吃一家拉麵 既說是騰人浩美 你知道來吃的拉麵 叫做LABQ 過特地長大的營業時間 是禮拜天沒有開 禮拜一有開 結果 她今天是不定期的休假一 對 但運氣比較好的是 剛好她的店附近就有店家拉麵 然後是叫 一粒煙 然後她好像是 醬油湯底的拉麵 平分也不錯 我就來吃吃看 畢竟今天就要回去了 在回去前 一定要吃到拉麵 畢竟我終止就是 出來玩 不能練習 吃飽 那剛剛那一間拉麵呢 我自己覺得真的很好吃 算是意外發現的一個收穫 它的麵是酥的 然後非常非常的Q 然後是比較濃厚的那一種 真的是蠻厚的 就是我算是吃的比較重情話 就覺得它吃到後面 湯是偏膩喝不完的 可是麵的部分真的很好吃 只是肉的部分 我覺得就偏普通 沒這麼好吃 但是除了肉之外 整碗麵我都超級滿意的 然後如果有人去吃到拉麵Q的話 在拜託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間到底好不好吃 算是本次最大的移植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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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going to the moon, are you ready? A hot air balloon We can never let, never let, never let you fall Let you fall